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18号星期五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房地产疲软加剧经济下滑 中国官方再推所谓白名单就是措施 陕西律协发布新规 律师与境外交流内容 必须上报备案 台海危机持续升级 习近平当局对内鼓动舆论的目的何在 台湾安全官员披露 中国历舰演习曾发射陆基导弹 中英关系面临挑战之际 英国外相拉米即将访华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公布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前夕 中国住建部和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宣布旧房市新招 增加了所谓白名单计划的信贷规模 推百万套城中村改造项目等措施 住建部部长倪洪更表示 经历三年调整 中国房市已经触底 有信心各个部门组合权能够打赢保交房攻坚战 但外界对这些新措施并不像官方那样乐观 今天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住建部和人民银行等多个部委 周市出席国新班记者会宣布 协助房地产项目贷款的白名单计划 年底前会把信贷的规模翻倍 自4万1元人民币 同时提出新增100万套城中村改造的项目 住建部部长倪洪表示 上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强调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直跌回稳 各个部门推出的旧市组合权已见成效 他在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前夕 预告最新的房地产数字张报杰 向外界派发定新晚 中国的房地产在系列的政策作用下 主要指标也都在明显的好转 特别是一线城市 可以说是全线的回稳 经过三年不断的调整 可以说市场已经开始筑底 我的判断 10月份的数据 一定会是一个积极乐观的这么一个结果 他表示这次的新措施力度够大 又说打好这套组合拳 有信心房地产市场能直跌回稳 台湾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成表示 新公布没有为市场带来惊喜 又说观察多个月 发现中国政府处理房地产问题的态度 不是不能为而是不为之 不愿意在还有发债空间的前提下 投入更多的资金旧房市 显示所谓的旧市 不是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白名单就算增加到8兆人民币 都无法解决问题 你要解决房地产的问题 你要立即拨款10兆人民币 因为现在房地产会出现问题的事 已经面临违约的企业 真的有问题的烂尾楼 他根本就不会是白名单里面的 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拖 目的是压制金融风暴 可是这种拖法当然会有副作用 是用经济的衰退来当做一个抵消 所以他们会持续的衰退 经济学者施令表示 扩大白名单计划的规模 只是协助房企面对众多问题的 其中一个 官方根本没有办法 回应民间信心不足的问题 这个白名单这个项目 是本着解房地产企业燃眉之急的 这么一个目的来的 它只是表面上能够增加 房地产市场目前的全面供给 但是消费者失去购房信息的 这一点恐怕是中国政府无能为力 所以说这个政策的实际的效果 是非常有限 只是中国的这几个房地产 融资项目的设置机制的成员单位 向上交差这种政治考虑 他也关注中国政府让地方自主 放框限购和发钻案债的做法 担心年底各地的地方官员为争取表现 导致恶心的竞争 会使已经疲软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受到打击 自由压交电台记者陈芷飞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律师协会 近日向辖区内各律师事务所发出通知 要求每个月的15号和月底前 上报与境外交流的相关情况 今天记者前朗的报道 本周三 这份出自西安律师协会的通告 在一个有400名律师的微信群内发布 律所备案内容包括 组织律师府境外交流境外律师来访 律所在境外设立待班处或办事机构 或律所联合相关部门举办论坛 研讨会等重大活动 一个因为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 陈姓律师于本周四 向本台证实此通知的真实性 他表示 陈律师补充道 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出境前 需向市律协提供的备案内容包括 组团出境室友目的地形成 境外同行联络人姓名及身份 在境外停留的时间及交流内容等 另一名要求一名的律师表示 律协通知主要针对 以境外律师团体有业务往来的事务所 目的是掌握这些交流的内容 防止境外反对势力 以中国律师建立联系渠道 一名关心律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这项备案主要针对 有国际业务或国际交流活动的律师事务所 他表示 与境外的律师团体做某种交流的话 必须报备 实际上报备的内容 就是你所谓你们交流的内容 他为什么这么干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了解 掌握或者是防止 或者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对那些律师跟境外的 某些所谓反共势力 反华势力 见面也好 或者交流也好 他肯定是这个目的 为了这个目的 关律师进一步指出 政府关注的并不是律师的具体业务 而是他们可能发表的 对政府不利的言论 他说 据本台了解 这份由律师协会发出的备案要求 实际上是一个申请程序 需经批准方可执行 诸州市公安局前任派出所所长郭敏 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备案需要经过当局的批准 他解释道 郭敏指出 当局担心中国律师 以境外同行交流时 揭露国内司法系统的不公 甚至黑暗面 这是政府加强对律师群体控制的最新举措 湘西省的何律师则认为 律师组团出入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律学的这项规定缺乏法律基础 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和律师还提到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 律师辩护体系逐渐建立律师协会 当时并无对律师出境 有特别限制 然而最近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既有亚洲电台记者前两报道 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讲之后 中国军方10月14号举行了联合力舰2024B围台军演 而在中国国内除了官媒对此高调炒作外 习近平隔天还亲赴福建 漳州和厦门视察 对于中国当局持续对台文攻武嚇 普通民众是怎么看呢 今天本来记者凯迪的报道 本周一 中国官媒 新华社 央视新闻等 纷纷连续发出多条消息及独家视频 报道了解放军的最新一轮围台军演 联合力舰2024B演习 这次演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为台岛北部南部同步组织要港分控 区域夺权 对海突击 对陆打击等科目演练 检验部队多余协同 体系对抗 与此同时 中国社媒平台微博 10月14日的前50大热搜内容 有十几条都和本次围台军演相关 包括祖国完全统一一定会实现 台独是死路一条等等 评论区则是一片点赞 中国军媒解放军报周一 也头条报道了军演消息 并引用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这次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谋独行径的强力震慑 是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为 周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赴比邻台湾海峡的福建 漳州 厦门视察 地点包括解放军多次展示 对台登陆战力的演习要地 漳州东山县东山岛 被指释放强烈信号 不过 与以上官媒轰轰烈烈报道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普通民众的平静无感 来自福建省福州市的庄先生告诉本台 军演对当地百姓的生活没有影响 也没有引起多大关注 对官媒高调报道军演渲染武统台湾的气氛 庄先生觉得内容很多都是属于夸大宣传 至于官媒所说的武统台湾 庄先生表示 庄先生与记者的对话 很快受到干扰而被迫中断 另一位身在海南岛海口市的 郑先生告诉本台 中国老百姓的想法和外面的人很不同 郑先生认为 少数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会认为战争打不起来 而多数没有公民意识的人则都是想要打 认为统一很好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 因安全原因 以上受访者庄先生 郑先生均畏惧全名 声音也经过技术处理 面对中国对台武力威胁持续升级的趋势 国际军事专家也有不同评估 但一般认为 习近平在2027年到2032年的攻台可能性最大 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成员 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林何利告诉本台 目前中国家可以说 无论是经济跟社会的领域 使用这个千疮霸毒 所以目前习近平是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林何利说 如果习近平认为 对台湾或对南中国还有主权纠纷的国家 采取武力 可以挽救他在党内的声望 可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 那么不排除他会孤注一掷 采取行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针对近日中国发动的联合力舰2024B围台军演 有台湾安全官员披露 中方曾在内陆发射了两枚陆基导弹 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一名匿名的国安官员周三在一场内部简报会表示 有些人认为中国联合力舰2024B演习只有一天 而且没有进行实弹射击似乎比较节制 他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说法或者是错误的印象 这名国安官员进一步说明 这次演习虽然没有朝台湾试射飞弹 但是在内陆有发射两枚飞弹 只是方向不是朝向台湾 对于解放军的火箭军是否投入这一次军演 台湾的国防部秦次市次长谢日生 在演习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类似像111年 有发布飞航公告或者是禁限制区域 乃至于关闭海空域的这个状况 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西海则指出 火箭军某旅连夜向作战地域机动转进 快速完成发射准备建立高戒备状态 接令之后立即对预定目标发起多型号 大弹量多波次模拟火力打击 并且迅速组织波次转换 占领发射阵地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 苏子云对本台表示 这能解读成解放军在做火力试射测试准确度 如果必要时 能从对岸的陆地达到台湾的陆地 他认为解放军只是在做火力展示 等于说第一圈直接的就是针对台湾的 所谓封控的这种演习 那第二圈就是内陆的这个 可能是多管火箭或者飞弹的试射 那同时在海上也有中俄舰队在远海活动 这名台湾国安官员解读解放军 公开表示演习是药港药域封控 针对性很强 声明还提到 这一次演习是依照所谓的一中原则依法行动 对岸不只阐述了一中原则 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甚至是将一中原则法律战行动化 台湾方面注意到 中国内部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对内维稳控制不断加强 导致民怨四起 目前看来中国将内部矛盾导向外部 近期陆续操作反美反日 不过他说 中国采取的民族主义作为宣泄内部的不满 台湾也担心会不会成为宣泄的对象 但是现在中国内部反台的情绪还没有很高涨 有分析认为 因为美国事前对中国严重警告 所以中国演习时间缩短 也没有实弹射击等 这名国安官员认为 如果看周遭的情势 美国提早对中国的要求 或许影响到中国的决策 日前另一名台湾官员示警 今年是民主国家选举年 不可避免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真空旗 给了北京战略突围的机会 这名国安官员说明 如果北京利用这一段政治空窗旗 扩大军事作为 导致中国议题进入到美国和日本的选举中 这对中国并不一定有利 中国如果在美国脆弱时制造更多的纷扰 可能阻碍与选后的新政府建立关系 所以中国可能对此仔细拿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白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势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涉陷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YouTube全新上线 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英国外相拉米本周五即将到访中国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拉米此行将重点寻求 扩大中英关系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然而两国在香港和人权等议题上仍面临难以回避的挑战 今天本来记者唐渊源的报道 英国工党自今年7月赢得国会选举并接管执政 而外交发展大臣拉米将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新内阁成员 拉米计划于10月18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在此之前英国新任首相斯塔默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于8月进行通话 双方承诺妥善讨论分歧 增进经济联系 并在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 在政党轮替之前 保守党在英国执政已达14年 尤其在近几年 因新疆人权问题 香港事务 以及双方互相指责从事间谍活动等问题 中英关系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 美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 全球欧洲项目项目助理莫耶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拉米的访问象征着中英关系的重新探索 以下莫耶的文字回复由人工智能代读 近年来 英中关系一直相对冷淡 拉米将传递的信息是 新工党政府代表着英中关系的新篇章 此次访问将以两国领袖在8月的通话为基础 把重点放在贸易和经济合作上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奥德高也告诉本台记者 中英两国都希望能借经济互动 复苏各自国内的经济景气 以下中文音频皆由人工智能代读 英国如今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它又因为人权和香港问题 与中国变得关系冷淡 因此新政府会想稳定两国关系 看能不能重启贸易和投资对话 对中国而言 能与英国保持经济联系是乐见其成的 而且中国也可以借此告诉欧盟 中国在欧洲地区有其他的贸易伙伴及选项 不过中英两国对于经济问题的重视 并不代表双方在香港 人权和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分歧 在会晤中能被完全搁置 美国华盛顿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欧洲事务研究员韦伯就此告诉本台记者 英国国会成员已经敦促拉米 在人权议题上对中国更强硬 人权议题一定会成为两方讨论的话题 这是近几年两国关系不佳的重点原因 拉米若不提出这个问题 便会成为房间里的大象 显得太过刻意 针对拉米此次访华可能取得的成果 受访学者一致认为 双方很难在会晤中达成显著 且立竿见影的协议 但预计双方将达成更多 有关经贸对话的共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工党执政后 中英关系能够迅速扭转低迷局面 莫耶就此分析表示 短期内 英中关系可能会随着拉米访华后 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增多 而有所改善 然而从长远来看 我预计英中关系将再次趋于冷淡 因为工党政府在后续会谈中 会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人权记录 香港问题 以及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提出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BBC日前宣布 裁减155个职位 以减少开支 黄牌节目 尖锐对话也将停播 BBC总干事日前警告 中俄两国趁机斥资 扩大其全球媒体活动 进行大外宣 以下是本台记者文在山和梁明康 发自英国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周二宣布 为削减2400万英镑预算 决定裁减155个职位 而自从97年起 在BBC新闻台 以及BBC国际台播出的访谈节目 尖锐对话也将停播 尖锐对话是BBC新闻部 黄牌节目之一 以主持人深入尖锐的提问健充 曾经访问 已故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 出城苏联解体的已故 苏共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等等 近年也邀请前中国驻英国大使 刘晓明 以及香港深入人士 罗冠聪等不同立场人士受访 这已经不是BBC国际台的节目第一次被停播 22年BBC宣布停止国际台 底下多个语言的电台广播 包括普通话和粤语 而历史悠久的粤语节目实施一周 也在同年11月永久停止广播 BBC总干事戴维日前警告 在国际台资源被削减 造成咨询缺口的同时 中国两国已经乘机投放数十亿英镑 扩展媒体影响力 从当大外宣曾经驻港多年的 英国之声媒体人维安市 接受本台采访时 认同戴维的观点 认为BBC国际台 是输出英国软实力的低成本途径 削弱国际台的力量是非常短视的 正如BBC总干事所指出 这是极权政体乐见的事 因为他们不希望有独立的声音 接触到他们的民众 而BBC国际台一直是重要的角色 去告诉这些民众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 曾经接受 尖锐对话访问的英国港交协会 董事郑文杰认为 尖锐对话停播 会使观众损失一个重要的可靠消息来源 或与BBC重新考虑有关决定 当没有了尖锐对话这些节目之后 BBC往后去传播真相 去做新闻的时候会不会面对更大的挑战 尤其在近年包括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等等 可能有系统性的做这些大外宣 或者进行一些虚假或者误导资讯的传播 这些事情会不会更加难以克制 维安市也认为 BBC国际台的支援问题 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而并非盲目 截流 削减支援 问题在于 英国政府能否恢复资助国际台 是从政府经常开支中出资 而非由电视授权费支持 还是政府已准备好 要牺牲英国透过一个国际台发挥的重要影响力 来换取这样少的收益 我简直不能理解 BBC国际台以及起前身 帝国广播 自从三二年起播以后 一直由英国外交部直接出置运作 但自从14年开始不再由政府独知 而是由英国电视授权费 BBC商业盈利 以及外交部三方的资金支持营运 自有两周天的记者文在山 梁敏康英国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星期三出席外国干预听证会 他表示 加拿大华裔社区是外国干预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他提到中国在加拿大设立警察站 凸显了中国政府的好道本质 动辄欺压来自中国的人 以下是记者柳飞的报道 加拿大为调查外国干预所造成的影响 今年春天起分两阶段举行数十天听证会 数百人出席坐证 周三最后一名证人是总理特鲁多 由于听证会上有许多证人提到遭北京恐吓和骚扰的经历 特鲁多说 他知道华裔社区一直是外国干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有律师质问特鲁多 为何中国在加拿大设立海外警察站 但这件事情沃泰华却是后知后觉 而且政府至今没有拘捕任何人 也没有因此驱逐中国的外交人员 特鲁多说 他一直到问题后就请公共安全部展开行动 至今司法单位仍在处理中 外交部门也继续跟进 他说 中国警察站凸显中国政府爱挑衅好斗的本质 以及他是如何镇压来自中国的人 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因此正使用所有工具来防堵他 这次的听证会 原起是为了调查中国干预2019年和2021年的联邦大选 之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报告证实 现任的国会议员庄文浩 关慧珍和前任的议员赵锦荣 都是被北京针对的目标 总理特鲁多也在听证会上说 他有一份情报系统提供的 关于保守党人涉及外国干预的名单 我有一份关于加拿大保守党议员 前议员和候选人的名字 他们参与了外国干预或面临高风险 或者有外国干预的明确情报 随后特鲁多补充说 这份名单上不仅有保守党 还有他的政党自由党以及其他党的议员 稍早外国干预听证会上 披露了一份政府文件 提到沃泰华不断向北京表达 对于外国干预的担忧 文件显示 自2022年9月以来 加拿大就相关问题 向中国官员交涉48次 其中31次提到外国干预的字眼 有20次提到中国警察局 特鲁多曾经在2022年20国峰会期间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北京干预加拿大选举的问题提出意见 没想到还发生了习近平当众对待 特鲁多不满的插曲 尽管北京否认对加拿大进行干预 但是领导外国干预听证会的法官霍格 今年5月公布的第一阶段调查报告 其中已确认外国的确有干预联邦选举 而中国投入最多资源 干预又最活跃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飞温哥华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维权网星期四发布的消息 中国知名人权捍卫者 公民记者张展 被上海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 其代理律师近日获准会见张展 但当局要求律师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情况 本台此前报道 张展于2020年因报道武汉疫情 曾被当局判刑四年 今年5月刑满出狱 仅三个月后 他因营救甘肃青年民主活动人士张叛成 于8月从上海前往甘肃取得委托书后 返回陕西咸阳 并于8月25号被上海警方带走羁牙 10月17号 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主席 约翰·穆勒纳尔和委员会资深成员 拉甲·克里斯·纳莫提 执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部长奥斯丁 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极地区 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的关切 尤其是中国军民两用的军事研究活动 可能对美国和北约盟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议员们在信中 警示中国在冰岛和挪威等地的研究活动 具有安全隐患 并呼吁美国政府和盟国合作 应对这一威胁 议员们还在信中表示 中俄两国正在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行动 而北极作为核潜艇的部署区 对于美军和北约维护核威慑力至关重要 据路透社10月17号报道 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 两家中国公司及其在俄罗斯的无联企业 因参与制造和运输攻击性无人机 以助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军事行动 而受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同时发出警告 要求中俄停止这类合作 以免进一步推动乌克兰冲突升级 听着朋友 这次的亚带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